啊 银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乐龙今天访问的是歌手林俊逸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俊逸好 是同同老师好 俊逸的声音 平常应当就是这个样子 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对算是比较温和温柔派的 因为私底下又不是在表演 然后表演当然你要有一点角色 然后你要把Energy拉高 但是私底下讲话就大家轻声续 不是很舒服吗 对可是今天我也才知道俊逸是来自台湾的高雄 高雄市吗还是县 所以你也要讲单语 讲到这单语 我其实台语讲的我是很标准的高雄强的台语 真的吗说说看 对因为我也是到台北来才发现 我们高雄人讲话会有一些特别的语尾注词 譬如 比方说 你是吃饱没事吗 你说你是吃饱没什么事 你吃饱没什么事 会跟你 会跟你 然后因为我们从小就讲到大 根本没有去特别思考那些事情 因为左林右舍都是这样讲嘛 左林右舍都是这样讲 然后一直到台北 跟台北的讲台语的朋友一聊 他说啊 你是高雄人 难道连台南或屏东都没有吗 台南我们南部的 我说高雄的你比较明显 高雄的你比较 高雄比较会你 是 那有什么字是完全不一样 字完全不一样 还好 假如要讲到完全不一样 比较是澎湖的台语 因为我 父亲是澎湖人 所以 澎湖比较像是 比方说 你如果打电话去找朋友 我要找什么人 什么人 他说 阿鲁吹的变态 鲁吹的变态 完全听不懂 对 你找他要做什么 哇 然后鲁定啊 鲁定 你是谁啊 哇 鲁吹的变态 所以你都会 都会都还OK 就是澎湖 你试的 对 自动的台语 你也会就对了 对对 澎湖 你人回去澎湖 然后你自动就会变成澎湖的台语 然后你在高雄 就会自动变成高雄 那到了台北 又会有一个收敛跟压抑 到台北会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你不要太多 其实很多人是从 电视选秀节目 应该说是一个模仿选秀节目 才知道林俊逸的 对 但是 其实俊逸在广义的演艺事业当中 也已经学习摸索了好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所以要不要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在参加这个魔王秀之前的你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艺人 应该说大学毕业之后嘛 你有当兵吗 对 然后 我应该是 学业是一个部分 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一直 参加社团 我就一直玩合唱团啊 戏剧社啊 在学校就 就是一个疯子 然后 离开学校之后 我就 考合唱团 我觉得唱歌 那我去走 我还是要学点声乐的 对 学点声乐 然后 唱在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唱了几年 然后 然后 后来有机会就去audition 看到剧团有申选 就 哎 那我来 跨界去做个音乐剧 第一间是 第一个系是 呃 大风剧团的威尼斯商人 哦 然后后来 可是那个那个系比较 对我来说 因为我我算是去救火 是有黄瑞湘演出吗 对 跟瑞湘一起演出 然后 呃 后来是 呃 春河剧团的爱情有什么道理 我有去看 我是 你其中一个 Dancer 哦 好 这可能稍微有点没有意义 我是其中一个歌队 对那 我觉得 春河剧团 呃 朗姐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贵人 因为我去甄选的时候 她说 啊我的歌队一定要是 能歌 善舞 你一定要能跳舞 所以在此之前你是比较没有跳 我没有跳过 然后我在那个剧团甄选的时候啊 跟 就是朗姐跟我们当时的编舞老师 吴亦方老师 吴亦方啊 对 亦方老师就说 这个不行啦 手脚不协调 这个要怎么上台 这个没有办法 然后朗姐说 她非常会唱 你一定要让我的歌队里面有 有一个是非常会唱的 那跳舞 你不要让她跳那么多嘛 而且那是一个时装爱情剧吧 对 海白党应该也没有 太夸张的舞蹈吧 可是一方老师的舞 怎么会不夸张 我们那时候被 被一方老师 磨得很惨 磨得很惨 然后我们在开牌之前 就已经先做了 一个半月还是两个月的 那个workshop 然后每天光是拉筋 然后 就是每天 去拉筋 然后去做基本动作 你转的动力是什么 然后你 眼睛与下巴的角度 然后你要怎么跟你的对手搭配 你怎么跟你的partner 要怎么一起呼吸 然后就这样一直 我们在那个排练场的时候 我们都还被折到 有 大家都当场 没有 大家当场就哭 OK 然后眼泪就这样掉下来 因为很痛 因为重点也不是从小练了 对 已经都已经苦头成熟了 都已经长 都已经长好了 对 可是那个就是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而且是个很好的在职训练嘛 对 就是你还可以领 那个排练费 虽然很微薄啦 剧团的钱很微薄 但是 还有人教你 我还跟吴亦方老师 是是是是是 真的很好啊 所以后来又从就是 纯的声乐的合唱团 然后又跨到这些音乐剧 对 儿童剧 有童剧也是 然后后来就跟 如果儿童剧团的赵志强老师 嗯哼 干嘛 老师会有点 奇怪 就跟赵哥 一起玩了很多年的儿童剧 嗯哼 然后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在主唱 然后 主唱唱流行歌嘛 对 那时候是唱一般的流行歌 一般的 并不是费于清 专场嘛 不是不是 然后后来 我也一直在做唱片的 幕后和声 然后其实 就是 我一直没有离 这个行业 太远了 你一直在这个行业离啊 对 只是 只是不像一般人 所熟知的艺人 像上电视那种艺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过得 还快乐充实吗 还是内心一直愤愤不平 快乐充实 是一定快乐的 然后 愤愤不平也是一定的 然后三餐不济也 偶尔 偶尔啊 因为 你知道 我受的教育就是比较 文早虽然校风很保守 可是他就是让 他就是逼你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所以我 当然身为一个文艺青年 一定是要有点愤世纪的意思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 可是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幸运 就是你总是会走到这边好像走不下去 绝处又逢生 对然后总是会有一个人在伸出手帮你 所以最后最近期的贵人是谁 最近期的贵人应该是黄映林老师 还有中兴敏老师 是是是 就他们的公司嘛 嗯 因为我不 我真的 我现在还是会问他们 您到底对我哪里来的信心 那时候是什么 是哪一年签的 我们正是从爱情有什么道理 就认识小林老师 然后也将近十年的时间 可是真正签约 真正签约大概是 呃我们去年才把合约定下来 哦2011时候才 对可是之前 因为我也是一个工作很谨慎的人 是 所以之前一直说要签约要谈啊什么 我一直 我始终我就是没有办法 签下去 为什么 因为因为 所以其实你对他们基本的信任绝对够了嘛 他也不是个不知名的 你很突然说要开公司嘛 对 所以你担心的是什么 可是我担心的是我自己 就说我能吗 我能吗 你们 你们真的要签我吗 真的要做我吗 是这个意思吗 是 然后后来签了 那他怎么说勒 他就 他就说你不相信你自己 你要相信我们吧 我们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比你久 毕竟我们在这个 那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吧 然后我其实就有点被这句话打动 理想啊 可是那时候 去上这个节目的音缘到底是什么 是公司真的叫你去试 嗯 因为我这个人 我想大概是钟老师 抓住我一个 他发现你平常有在 没有 他抓住我一个个性的弱点 因为 我们会开始模仿呢 是因为有一年小林姐的演唱会 然后我是他的和尚 在红楼吗 在红楼 然后我们就是我忘记确切是在哪一年的演唱会 反正他呢就突然他会自弹自唱 然后弹一弹就突然转头回来说 你等一下模仿费玉琴的声音 啊你唱了快乐天堂 这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 然后我就有点傻眼了 所以你在他面前没有没有模仿过 因为在录音室里面我们就 我在唱和尚的时候 他就说你的音色其实很像 你在唱那些啊的音的时候很像 然后后来我 殊不知他给我冷不防 就在台上 就在台上 要你唱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 他说这个Key可能会有点高啦 啊你自己想办法 然后我就 我就被鼻子印上 但是第一次在台上模仿的时候 该你把它听两句 他就 他就弹了弹了 他就说 等一下这段你唱一下 啊用废青的声音 然后我就 然后 然后 全场就笑到翻过去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发现 那我好像没有听那一场 我肯定没有在这一场 我自己也没有发现 哎好像可以耶 是从那次之后 好妙哦 那应该至少可能 三四年前了 至少我觉得 至少有 然后后来啊 是在 那个 一起去上星光 去上星光大道的时候 去PK 当PK模仿 然后我去四次呢 陶子姐就Cue我四次模仿 然后才慢慢发现 啊 我可以 嗯 做这件事 是是 然后钟老师抓住我的弱点就是 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 我嫌不下来 哦 嫌不下来 而且对我有点 经不起机 然后闲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想办法给自己说 没有工作没关系 那你让我去学一个什么 你让我有点事情做 让我有东西可以练 我可以练一个才艺 对 然后他说 你什么事情做 我是摩羯 哦哦哦哦 对 然后他就抓住我这个弱点 他说 你闲着也是闲着 你赶快去学摩羯 不是 那你就去参加这个比赛啊 他对你也没有损失啊 你现在也还没发片 对不对 那你专期 反正也还 就是 也还没有 还在吵 对 还在弄 那也 也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 现在要做的事 那你闲着就 也就闲着嘛 你就去做这个比赛嘛 然后 我一开始当然有点抗拒 因为我说 这样会乱了你的形象 对 我是做音乐 是 那这个比赛 是模仿 你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 然后说 你去啦 然后 我的确是 犹豫了30分钟 很快了 我以为犹豫太久 对 这还算蛮快的 嗯 好 那我也就很清楚的说 我要做 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是要去 模仿歌手 不管能比到哪里 是 我就是模仿歌手 然后我 从头到尾 也真的都在做音乐 所以在里面 大部分的音乐 除了 阿民老师 我唱的那些卡拉 带是我自己弹的 然后我自己帮自己合声 所以 用飞玉心的声音 去合声 然后 所以 就 我自己会去要求 这些细节 观众不一定 感觉得到 可是对我来说就是 这是我整套的表演 然后我很完整的 我的音乐性很完整 那我就是在做音乐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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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